有没有什么方法帮助那些临终的病人 减轻一些痛苦 可能还是要取决这个临终者他自己的态度 他的态度稍微有一点点接手 那就方法就磕磕磕磕 国内的临终关怀的发展现状又是什么样的呢 国内的话这个起步就稍微晚一点 可能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当我们亲人去世时 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可以帮他做一些善事 这个对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可以带到下意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会登问道 上一期节目呢 我们就面对死亡的这个话题呢 与慈生罗珠刊部进行了交流和问答 那这一期呢 我们将继续这个死亡话题 首先呢我们用掌声欢迎慈生罗珠刊部 那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请教刊部的 现在可以 刊部你好 你好 我不是佛教徒 我的家人也没有信佛的 但是我曾经经历过有亲人 家里的老人病逝这个过程 当时虽然有医疗上的帮助 但是他还是很痛苦 也很恐惧 所以我想请问刊部 在这个在佛教当中 有没有什么方法 就是帮助那些临终的病人 帮他们减轻一些痛苦 还有恐惧 谢谢 这个方法呢 佛教里面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这些方法 他能不能接受 那是一个问题了 比如说西方的一些临终关怀 他们呢 现在也开始用一些 这个密法里面的一些 临终关怀的一些方法 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里面呢 这方面的这个方法 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比如说家人啊 他就是一辈子 就是一个无神论 就是一个唯物论知的话 那么在这个生死关头 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能不能改变主意 去接受这些东西 如果是能够接受的话 那就是比如说 消除他的恐惧啊 还有就是他用正常的心态去面对 这方法是很多很多了 但是有些比如说 在西方的一些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机构里面呢 有一些老人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他不接受任何的 比如说宗教方面的这些权道啊 衣食啊 有这样子非常顽固的 也有这样子的人 那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就他自己不接受的话 可能是这个方法的小国 就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比如说 不管怎么样啊 人走的时候呢 唯一一个就是能够帮助到他的 就是灵魂方面的一些这个方法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科学啊 哲学啊 以及我们很多很多世俗的东西 确实是特别 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 绑不上忙 确实是绑不上忙 那这个时候呢 就他唯一能够帮得上的是 这个心灵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心灵方面的一些术导 最好的是就是讲的最透彻的 这个好和坏说不清楚 但是呢 可以说是这个讲的最透彻的 应该是这个佛教 佛教里面的 佛教里面 尤其是密法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给他讲一讲 就根据他的成熟的能力 讲一讲 然后呢 就是给他制造一个 比较气氛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 比如说环境 就是稍微比较相和一点 不管他相信不相信 都没问题的 比如说给他放一些这个 佛的 比如说念佛机 佛教的音乐 还有就像大悲周这样子 非常非常有加持的 这个佛的这个周遇 那这些呢 对他是会有一些还松 这样放松的这个作用 会有的 可能这个时候呢 对他也帮有一些帮助 比如说消除一些恐惧 这个应该是有的 尽量的给他就创造一些 这样子的环境和气氛 是比较重要了 但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他这些方法 他不接受的话 因为这些方法呢 是我们是没有办法 替他做 一定要是他自己 要做的事情 而且这些都是 他走了以后 要做的事情 那么他就从源头上 他拒绝了以后呢 这些方法 他自己不愿意做的话 那是 那就没有 没有太大的办法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呢 就是还没有向导 这个比如说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总是有一些 有一些办法的 但是我觉得 可能还是要取决 这个临终者 他自己的态度 这个是最关键了 最关键 如果他的态度 稍微有一点点接手 那就方法就磕躲磕躲 如果他排斥的话 他排斥了 他拒绝了以后呢 没有任何办法去帮助他 对 比如说在 比如说一个患者 他要这个治病 那么医生给他的这个厨房 他要接手 他把这个咬要吞下去 他要接手给他的治疗 对 配合 如果他不配合的话 那就这个 可能是治疗 也就没办法了 他比如说医生 给他开了很多药 他不吃 那就没办法 就是跟这个一个倒立 好 那堪布 我看您跟国外的 这些临终关怀机构呢 有过一些交流 那现在目前 国内的临终关怀的发展现状又是什么样的呢 临终关怀的话 这个在国外也是四五十年的历史 也不是很长 这个虽然我西方的这个 比如说这些宗教机构的这些慈善团体啊 这些都做了很多事情了 但是真正的这个临终关怀 它的历史不是很长 但是现在这个发展的还是比较不错了 那国内的话这个起步就稍微晚一点 可能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对 只有二十多年历史 那目前可能是在国内也有很多议员也就开始做了 这方面的机构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 国外的话比如说在16年的时候 在加州有一个临终关怀的机构 他们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一些负责人 我们有交流 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的那个情况 那他们里面的这些老人 还有就不一定是老人 他们的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服务的对象 是这个生命只剩下六个月的 只剩下六个月生命的 对 这种才可以守 在这个临终关怀 其他的没有在这个范围当中 对 那这个人里面多数都是老年人 年轻人也有的多数都是老年人 那么这个里面就有老年人的 他们的最大的这个痛苦就有三个方面 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有些人在他 他就是在这一生当中 他就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比如说对家人 对社会 对他的同事 就是朋友 就是一些对不住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生命就只剩下这一点点 这个时候他把这些事情全部去把它放大 夸大 然后经常就干扰到他 他特别特别的内疚 特别痛苦 这是一个方面 让很多很多人感到特别痛苦的 一个是这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很多人 虽然他们很多人是心这个嫉妒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 就死了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也许这个里面有科学家 有哲学家 他在健康的时候 他可能不会这样子想 但真正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他也就开始 就是他的这个国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理论 就从根本上开始动摇 开始变了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他又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很痛苦很迷茫 到底要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很纠结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痛苦 然后第三个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 他们特别特别担忧 他的这个兵 织兵跟他家人就带来了一些 比如说经济上的困难 还有就是以及其他方面的这些困难 他们也就平时都很担心 就现在这样子也就死也死不了了 那么这样子以后 家人对家人的这种年类拖累 他们非常非常的纠结 这个三个方面 这个是比较普遍的这个现象 在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机构里面 然后他们就想出了一些 一些一些办法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这里面有一部分的这个办法 确实是比较实用的 比较好的方法 确实效果也不错的 那有一个是 比如说让他们禅修 让他们去搭着 不管是在西方这种人当中 佛教徒是很少的 可能有大部分的人都是有信仰的 但也许有一部分是没有信仰 不管你有信仰没信仰都没关系 这个搭着禅修 就作为一种心灵的一种调整的方法 来修 然后可以缓解一些他们的一些 这个内心的一些顾虑 教育 对 还是有帮助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信仰的这一块人的话 就他们给他们安排各种各样的 这个宗教的衣食 让他们去参与 这个对他们也特别有帮助 还有一个是这个 祈祷 祈祷 那这个也是 这个活动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祷告 祈祷 这个对他们的心理上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还有一个呢 让他们就写下自己的这一生的这个经历 尤其是好的方面的这些经历 写下来 这个是对这个很多的这个心理方面有问题的人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 很多心理医生也用这个方法的常用的一个方法 让大家写这个笔记 尤其是就回忆一下自己的一些一些好的方面的这个经历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的话 让他去想一想 他在这个健康的时候 他这个感觉的这一生当中最幸福的那一段时间 最幸福的 比如说他旅行的时候 或者是他刚刚这个成家立业的时候 等等等等 反正他觉得是最幸福的时候 这个就刻意的去让他去回忆 也就是我们比如说佛教徒去大作修行一样 让他去绣这个去像 这个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是修整他们的焦虑的心态 对对对 然后就他们也就用了一些 比如说密法里面的一些这个临终关怀的 比如说像西藏圣寺书这里面的一些方法一用了 这个也也他们说还是很有效 那国外的这些这些机构呢 可能基本上他们用的方法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方法 对 还有一个呢 跟他们说 他们说这个给他们那就创 比如说他什么都不信的这种人呢 那就给他们创造一些比较稍微好一点的环境 稍微好一点的环境 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宗教方面的还有这些方面 他可能是用不上了 但是给他他想反正就不要拒绝他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 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他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就给他创造这样子的环境 那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没有其他的办法的情况下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 国外的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情况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 但是我去就去了一个地方了 其他地方呢可能也是差不多吧 就是这样子 但是可能也许有其他的方法 那国内他们就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不是很清楚 对 其实黄泉路上吴老少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对 所以我觉得国内的这个临终关怀 这个发展的方向可能还会有很长的路去走 还会有更多的方向让我们来探索 对 如果国内的话 我想比如说他或多或少 每个人的学业里面都有一点点 至少对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信仰啊 或者是这种这种这种感情啊 所以他有一定的这个基础 所以比如说用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 以及或者是一些佛教的方法去开导的话 那可能是更容易接受一些 可能更对他们可能是更有一些帮助 对 谢谢堪布 好 下一位观众朋友 堪布您好 我看过一些国内国外关于平死经验 以及轮回的纪录片 渐渐也相信了人死之后灵魂并没有消失 如果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话 当我们亲人去世时和去世以后 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对 这个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就看到一些纪录片啊 就是国外的一个轮回的一个一个大型的纪录片啊 其中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啊 他是威尔基尼亚大学的一个一个科学家 他们呢 他的老师啊 叫做这个斯蒂芬森先生啊 他07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但是呢 他的团队现在还在啊 那么他们就是从上世纪的无事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着手 研究 人死了以后就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啊 然后呢 他们就这个除了南极州以外啊 除了南极州以外 其他全部的地方都已经这个走完了 然后呢 也就也就是除了南极州以外的其他所有州啊 东南西北都发现了这个人死了以后 还存在的这个生命的痕迹啊 那所谓的痕迹就是说 小孩啊 他刚刚生下来没多久的时候 或者是刚刚回说话的时候 然后他就讲啊 他是什么什么地方的人 哪个国家的人 然后等等等等啊 这个 这个确实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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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个 这个佛经里面也就讲到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就就接近三千年的时候都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事后 这佛经里面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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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啊 这个跟他们就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个这个这个案例啊 然后他们呢就现在就是把这个2500多个案例当中了就是炫了这个最最最有说服力的啊 最有科学证据的2000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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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例 然后呢就说到电脑里面 然后呢就就看这些有什么工薪啊 他们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这个里面有没有个什么的自然的规律 所以他们现在在开始研究这个啊 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那这个我以前也就遇到过好几个这样子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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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啊 啊 最近也有也有经常都就有人打电话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小孩 但是呢 也就没有时间去去真正的去调查 我最近都去遇到一个小孩子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不奇怪啊 这个都是有的 全世界都有的 那这种这种这个就是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人死了以后真的是没有没有没有接触 还有他还会回来的 虽然我刚才讲的这个虽然在西方还不是主流的这个思想啊 目前还不是因为西方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影响也是很深的啊 他也不是这样子认为的 然后呢 科学到现在他也不敢否定也不敢这个确定 他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足够的这个这个数据 他也就不敢不敢讲 那这样子以后呢 目前还可能暂时还不能成为这个这个主流的主流的观点 那这个斯蒂文森先生啊 他死的时候呢 他也就是他的最大的遗憾 他就说他是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影响到这个主流科学 科学节还没有接纳他的这些这些像他说这是这么科学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 拼什么啊 就不能成为这个西方的主流思想啊 对生命的一个主流的这个观点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啊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但不管他现在是主流还是什么 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一个事实啊 而且这个不是就最近才发现 这个就是至少有几千年的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这个记载 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这样子 是一个实实 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人死了以后呢 绝对还存在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刚才我讲的那个 这个斯蒂文森现在不在了 但是呢 他的团队他团队还在 我也就是15年16年 这两年都跟他们有过交流 他们是非常非常严禁的这个这个这个科学家 他说我问他你这么多的研究啊 半个世纪了 那么你认为你的这个研究在支持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 这到底有没有这轮回 他说我至少认为啊 这个人死了以后呢 还有一些东西是存在的啊 他不会直接说啊 这个这个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啊 他不会直接就说轮回存在啊 这个这个他要考虑他的身份 所以但是呢 他说了这这个就透露了什么的 人死了以后呢 到底还在还有什么呢 除了这个人的这个啊 意识灵魂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其他不会有什么呢 所以就是他 他们的观点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刚才讲到的 这个人死了以后真的是存在的 这是非常非常啊 科学有争据的一个这样子的观点啊 这是一个 那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的话 就是这些书啊 还有一些你刚才讲的一些纪录片呢 以前的话 这个很少很少看到啊 现在就是确实有一些了 确实有一些了 简体般的一些 有一些了 那么这些资料呢 网上讲的都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呢 有一些是这些科学家 非常严禁的这个学术态度去这个调查 然后写的这些书 这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兴度啊 那这样子 所以这个人是 不管是从佛教的角度 或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或者是从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生命科学的角度 讲的话 都在透露一些信息啊 这个确实是对的 这个在我们东方也好 西方也好 这个能不能成为一个主流的 这个思想这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实践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所以这是对的 肯定是有的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应该这么做呢 那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他就是要告诉我们 那你应该提神 提神自己的生命 提神自己的生命 比如说我们整天都是这么的忙碌 这么忙碌 大家都有这么大的这个生活压力 激烈竞争 但大家都知道 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东西呢 确实一分钱都拿不走的 所有所有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 这些东西都拿不走 不管是民生也好 什么也好 这有心的 无心的 这些东西都带不走的 那么有一些东西呢 确实是我们可以带走的 但这个不是我们平时付出的这些东西 能带走的是平时我们不太在乎的这些 这些有些事情 比如说你去提升你自己的生命的级别 什么叫做提升生命的级别 就是比如说你去把一些不好的一些稀奇改掉 然后呢一些比如说人的一些烦恼 一些烦恼 烦恼是从本质上要铲除的话 那这个有点难 但是呢 比如说一些不太好的这些观点啊 想法呀 那么这些就逐渐逐渐的把它这个至少减少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生命的这个关怀 关爱 对吧 然后就是对这个所有人的这种关心啊 从用佛教的话来讲 就是慈悲心啊 这一类的东西增长啊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啊 比如说我们把 比如说一张志啊 一张志啊 这上面呢 我们涂上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啊 我把这张纸带走了以后呢 这些颜色都在上面 你带到什么啊 它就跟到什么啊 那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尽量的把内心当中的一切不好的东西把它去掉啊 然后就度观数而穿洗一些好的方面的东西 那么到时候我们走的时候呢 走的不是这个这个这个身体了啊 身体就就他就会回归这个尘土 呃 他不会走 但我们的意识会走的 那么意识走了以后呢 他把这个已经啊 就在这个 已经在他的这个 呃 收到接受的这些东西 他已经接受的这些东西呢 他一定会带到啊 下一次这个生命轮回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是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资源啊 心灵的资源啊 比如说我们平时就讲这个田府啊 田府小孩 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 有些特别特别的啊 善良 有些呢就特别的不善良 这个就是他是先天啊 那么这个先天当中呢 有一部分是跟这个父母的基因也有也有关系的 但是呢 同样的这个父母生下来的小孩 善良不善良 他的性格不是不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有天赋 那么所谓的天赋 他不是莫名其妙 他不是无影无远 这就是一个这么一个长时间 沉淀下来的东西 这些积累的东西 这个累积下来以后呢 你下意识 你就变成一个比较善良的啊 比较对人友好的啊 就是这种人 那么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带走的 但是可以带走的这些 我们往往都是不太不太不太在意的 不太在意的 然后呢 我们特别特别在意的这些东西呢 往往都是我们带走的这些东西 房子呀 对 钱呢 对 对 所以你现在的话 比如说应该做什么呢 那么就是精良的啊 这个提升自己的这个心灵啊 说百了以后呢 就是求心搭着 把心灵的一些调整自己的心态 把自己的天心态啊 把它塑造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就可以带到下意识 其实生命是有质量的 对 对 它不是光是物质的那种质量 它是本身是有质量的 对 对 是 还有没有 谢谢 谢谢看破 那个刚才我的问题是后半段是 那个 如果我们的亲人要去世 就死的时候 和死以后 我们能要 我们应该能做些什么 啊 对 首先是 这个比如说我们 不管这个王子他自己啊 就是有没有信仰 这都 这都没关系啊 比如说我们 可以 他的这个亲人呢 就可以帮他 做一些善事 尤其是比如说 在七七四十九天的 这个前段时间啊 比如说第一个期 第二个期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很多 父母死了 每两三天 就大家来这个镇 这个父母的这些遗产啊 房子呀 到底是谁的呀 啊 吵架呀 然后就 就搞到法庭上 这个确实是对他特别特别的 这个不好的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要 就是说一个不太好听的话 要争的话 那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振这些东西了 还换一换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让他我们以为在标面上看他走了 但是实际上就是他是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这些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我们看不见他 尤其是这个这个比如说第一个期第二个期这样子的时候呢 尤其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尽量的就跟他做一些 就是替他做一些善事啊 所谓的善事呢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佛教家庭 那么就送金啊 吃酒啊 这个供佛呀 这些都可以的啊 那如果他不是一个佛教家庭的话 那么可以去 比如说做一些慈善的这个活动啊 啊等等啊 反正这个好事什么都可以做的啊 就是替他做啊 替他做这个对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呃 然后其他方面呢 比如说朝读啊 这些方面是佛教里面这个方法是比较多的啊 但是这个要看这个家人啊 他愿不愿意去做呃 愿不愿意去做这些这些佛事 如果是愿意做的话 那就佛教里面就可以做的东西就很多很多了 感谢看部 感谢看部 谢谢 感谢看部呃 为我们做的这些关于死亡方面的一些疑惑 呃 做的这些解释 那感谢慈生罗主看部参加我们的会等文道 感谢观众朋友们 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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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